各位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目前還是強勢的區間整理 所以看到今天大盤加權指數 它是下跌 但是呢 這個跌幅 其實只有30點而已 所以它是強勢的 OTC的部分是紅的 所以代表內支在這個地方 它想要趁年底之前 趕快做結帳 作帳行情 因為明年的變數 我想大家都不知道 所謂千金難買早知道 對不對 我想不太可能說 有很多人去會預料到說 美國跟中國會因為川普的 這個個人的因素 打出這麼大的一個貿易戰 除了川普本身 我想其他人不會知道 在事前不會知道 對不對 可是有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先知道的 有很多事情 你是已經有看到現象 比如說指數的部分 我跟你講千金不是唯一 萬一不是高點 萬一不是高點 這個已經成共識了 目前看起來毫無疑問 可是我當時在跟各位講的時候 很多人還不相信 比如說我跟你講 很多情形現在一一發生了 你像這個達爾夫 來 公開操作 為什麼我會跟你講 達爾夫公開操作 但是 有人 有看沒有賺到 那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即便是你看到這些東西 可是因為某些因素 你可能覺得說 這個達爾夫可能不會漲 那應該是要漲電子股 應該是漲台積電的供應鏈 應該是漲什麼什麼 怎麼會漲到生計股去 達爾夫今天再創新高 這是 大家都看到的 你們都看到的 達爾夫今天創新高 事實上來 你早就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達爾夫這檔股票了 那話說回來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告訴你 要特別注意 各位你去想一想 那我還特別跟各位講資金的轉移 我說在這裡橫盤整理 股票就是這樣子 打底百日 這麼長的打底時間 在這裡 出現了所謂的買訊訊號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就跟各位講 我說這檔股票請你要注意 是標標準準的底部進場 對不對 你在這裡就已經得到了 我跟你講的這些 今天在創新高 基本上你是已經早知道 因為你是在這裡得到訊息 在這裡獲得驗證 你在這裡看到 你在這裡得資消息 那股價從這裡開始往上漲 往上漲 往上漲 坦白來講 六五二三二達爾夫 觀眾朋友 從這裡七漲 65塊錢 65塊錢 到今天最高91塊錢 81塊錢 81塊錢 短短的幾天 一 二 中間整理一天 三 四 五天的時間 短短的五天的時間 從65到81 16塊錢 我們去頭去尾 15塊錢 上個禮拜公開跟各位講的 達爾夫買10張 15萬是很輕鬆的事情 來到這裡整理完之後 未來 還有沒有高點 這很多人問的 在這裡 老師在這裡 漲了一段了 還有沒有高點 可是很少人都想到說 在這裡 我給你報告的時候 你認為它不會漲 那到這裡來 你認為它 可能還會漲 當然 達爾夫本身這檔股票 我認為它的高點 還沒有到 可是我今天要跟各位 談的重點是 如果每一檔股票 都像我給你公開介紹 像達爾夫這樣 你敢去買 而且你願意去買 那基本上上來這個地方 很多事情 你是不需要去煩惱 再去想的 比如說 你在這裡 公開看到 我們去買進 你去買進 上來之後 你可以選擇賣掉 或續報 你不需要煩惱 對不對 恭喜上週第一檔買進的達爾夫 掌停鎖住了 其實上週您早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禮拜五 前三季 2.46 大勝去年全年 0.55元 到昨天 再拉電跟掌停板 到今天 再創波段新高 所有的東西各位 你都提早看到了 在這裡 10張 15萬 股本 4.5億 而且獲利數字是怎麼樣 超過去年 大幅度成長 大勝去年全年 0.55元 各位 你看到是這樣子 你看到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長這麼多了 來你看 你看到是這樣子 短線上 帶你做最強的生技股 我看到 我為什麼在這裡告訴你要注意 你看到沒有 這達爾夫的高點 這是現在的達爾夫 賺錢有這麼難嗎 而且公開告訴大家的 我想每個人你買個10張20張 你基本上你賺個二三十萬 都不是問題 對不對 再來 這個奈米E也是一樣 今天創掛牌新高 今天創掛牌新高 再往上攻高 還可以再買嗎 短短的幾天 一 二 三 三 整理一天 四 五 一樣五天的時間 奈米E從七十幾塊錢 漲到八十幾 漲到九十幾 今天差一點突破百元大關 差一點突破百元大關 這張股票今天創掛牌新高 還可以再買嗎 還可以再買嗎 想知道的人 我可以告訴你 最強的生技股 達爾夫奈米E 兩支同時拿到手上 不要說現在選股困難了 很多人現在選電子股都困難了 最近生技股很強啊 大家在講生技股啊 可是 有多少人能夠像丁老師這樣子 最近這兩檔身體股 都同時公開的給你驗證 公開操作在這裡 好 你看到達爾夫跟奈米E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這檔股票 這個新聞 AirPods產量翻倍 追單台場 11月28今天 據傳蘋果要求把AirPods產量 提高一倍 宣得出貨給AirPods 相關產品給利訊 宣得渴望受賄 這個地方 蘋果找上了入場利訊精密 代工生產 宣得先掌停板 這今天的新聞 你能不能早知道 你能不能 我不知道 可是我告訴你 我做到了 來 這檔股票 在這裡你會不會買 很多時候 世書必有因 11月28號這整個新聞出來 宣得工上掌停板 來 昨天買進了宣得 今天報紙公布大利多 我們就是有本事 買到市場之前 你再看一次 今天 我這個東西是寫給我客戶的 所以我不必要 我也不可能 去亂講 我不可能我今天買的 我跟我客戶講 我昨天買進的宣得 那不被他罵死了 對不對 那你各位想想看嘛 我說今天出的大利多 你再看一次 11月28 聚傳蘋果 早上宣得 早上利訓 然後呢 利訓旗下宣得 出貨給利訓 所以宣得渴望受惠 這今天 我今天只跟我客戶講 我們昨天買進 昨天買進 請注意 昨天買進 這今天 昨天買進的宣得 報紙公布大利多 恭喜啊 昨天輕鬆買 今天輕鬆賺 昨天輕鬆買 今天輕鬆賺 報紙公布利多開在這裡 震盪之後呢 攻上漲停板鎖住 大盤疊30點 丁老師你怎麼有這個本事 昨天買宣得 這就是我跟各位講的嘛 昨日買進的宣得 今天強攻漲停板 現買現賺 真開心 就是這麼簡單 你覺得昨天買進 今天漲停 值不值得拍手 你覺得今天這個利多出來 是來幫我們 放煙火慶祝的是不是 當然是啊 是來幫我們印證做加持的嘛 對不對 昨天買進的宣得 今天出利多 攻漲停板 那我再請問各位 那你認為這個達爾夫奈米醫師 純粹是運氣好 純粹是亂射飛鏢嗎 我說過我最近 我只做兩支生技股 我手中 我手中 我現在手中 就這兩支生技股 達爾夫 跟奈米醫 其他通通沒有 就這兩支生技股 很多人看到了 還在懷疑自己的眼睛 但已經公開跟各位講 奈米醫 達爾夫 都已經分別創下歷史新高 跟這個近期新高了 那我再跟你講說這個宣得 11月28號今天出利多 我們昨天就買進 今天供漲停 怎麼會是 我想 你說一檔股票也就算了 兩檔股票可能還可能是運氣 那你三檔股票 而且是就在這個禮拜 在不到一個禮拜的期間 我公開操作奈米醫達爾夫 告訴大家了 可是很可惜我覺得很多人 因為 你們可能聽太多人爆牌了 你們可能 有自己的想法 那這個想法能夠讓你賺錢 是OK的 如果這個想法不能讓你賺錢 那你要想想看 為什麼我給你的想法 跟我 表現出來給你的做法 是能賺錢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把握機會 好不好 調整一下自己的做法 那今天是感恩節 待會我們會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感恩節是老美的過年 老美非常非常重視感恩節 它就像是我們的過年一樣 好不好 那我想 很多觀眾朋友是長期收看我的節目的 可能你之前在別的頻道 或別的時間看到 那現在你可能看到我的節目了 或是 你最近收看我的節目 你看到奈米醫達爾夫在這裡 你又看到今天的宣德 報紙今天出利多 我們昨天買進 我坦白講這實在太神奇了 實在太神奇了 但是我告訴你這不是運氣 因為我在短短時間 奈米醫達爾夫跟宣德 都讓你見證到了 好不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進廣告馬上回來 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8點到10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我們立足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經典 各行各業交織成 產業脈絡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每天看這麼多的數字 在跳動 經過比較 就會有比 外行在看熱鬧時 內行的已經在看能到了 錢所衍生出來的十一柱形 這就是財經 全世界的任何風吹草動 所產生的蝴蝶效應 就是我們要告訴你的財經 來 台表科 強者很強 今天再創近期新高 對不對 當然你在這裡看到台表科 開高之後 過高之後壓回 那我想 我們要看的不是這個短線的 我們要看的是 你能夠在這裡買 它今天能夠再創新高 各位你想想看 這檔股票 我可以講說全市場 我最早最堅定 在最漂亮的價位 在最漂亮的地區 告訴你台表科這檔股票 請你注意 我會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公開的跟各位講 從這裡77塊錢 一路這樣上去 到今天創新高118塊錢 我為什麼不買這裡 不買這裡 不買這裡 我為什麼買在這裡 一買之後就發動 到今天 到今天 10張 你本來的77萬 變成了 118萬 足足增加了 40幾萬 足足增加了40幾萬 去頭去尾 你10張就是40萬 你10張就是40萬 在最關鍵的時刻 全市場都可以來做見證 全市場都可以來印證 那你想想 全市場都能印證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的操作呢 是不是公開的 台表哥不是一樣嗎 當時我跟各位講 有沒有 你自己看 在這裡你會相信 台表哥 會 可以買 親愛的觀眾朋友 在這裡你會相信嗎 你讓你見證到了嘛 在這裡你會相信嗎 老師啊 還沒有過高 老師還沒有轉強 還在打底耶 我帶你買就是最漂亮的價位 不是買在這裡 不是買在這裡 在這裡你要套啊 你要套啊 在這裡買進之後 你要立馬賺 從77一路轉到今天 最高118.5 10張是40萬啊 觀眾朋友 你回頭來想想看 在這裡你會買嗎 對不對 各位你看一下 今天宣得 據傳蘋果要求 將產能提高一倍 宣得受賄 今天的大利多 11月28 今天公號漲停板 昨天簡單買 今天輕鬆賺 昨天買進的宣得 今天強攻漲停 現買現賺 就是這麼簡單 怎麼會是運氣呢 怎麼會是運氣呢 怎麼會是亂射飛鏢呢 我亂射飛鏢就今天下去買 然後告訴你這檔股票漲停板 我相信今天也一定 有人跟你講宣得啊 宣得今天有量有價 又漲停板 一定有人跟你講宣得 那你今天最宣得的 跟我昨天 輕輕鬆鬆買 昨天買進的宣得 我請問你 那個 那個差了多少 那個差了多少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 我說宣得今天公上漲停板 你來看 來 81塊9 你看這個價位819 來觀眾朋友你看 你看宣得每股禁止13塊錢 毛利率17塊 我們先講 這個奈米1 達爾夫 你們都已經看到了 現在所有看到奈米1跟達爾夫的呢 你們 把耳朵豎直 聽我講 公開操作奈米1達爾夫的 你們沒有跟上的沒有關係 宣得好不好 你也看到我們昨天帶會員去買 今天公上漲停板 我說今天是感恩節 美國的感恩節 是西洋的感恩節 對他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管各位 你是不是基督徒 都一樣 我覺得我懷了感恩的心 今天這檔股票 我一定要你拿到手 各位你來看 來 這檔股票 有的時候我不太方便講 我不太方便講 打入蘋果供應鏈 傳啊 傳啊 打入蘋果供應鏈 來 Q3單季0.28賺銀上半年 你看到宣得 Q1 今年第一季才賺0.07 你看到沒有 這樣叫Q3單季又賺0.28 每股進值16.25元 宣得的每股進值13塊 我們再看一次 來觀眾朋友 來這裡 每股進值13.42 這檔股票每股進值是16.25元 毛利率30.46% 每股進值比宣得高 毛利率比宣得高 獲利數字在這裡 也超過宣得第一季的獲利 可是股價只有宣得的三分之一 重點是傳已打入蘋果供應鏈 這檔股票我說 你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 籌碼面的關係 我只打算給五位 好朋友 今天你認同我的操作 回饋給老朋友 感恩節的大禮 前五名來電領取 你如果真的是我的老朋友 你如果真的公開看到奈米伊跟達爾夫 你很想跟我講說 老師早知道我就買奈米伊 早知道我就買達爾夫 早知道我就買今天的怎麼樣 宣得 昨天輕鬆買 如果你有那麼多想要早知道的 你今天不用擔心明天 還要回頭想今天我早知道 你已經早知道這檔股票 前五名只有五名來電就是你的 感恩節的大禮只有這一次而已 因為這檔股票 它比價宣得 股價只有宣得的三分之一 你看見了 好不好 今天是感恩節 我們 要回饋給你 這檔股票 前五名 只有五位 打電話來 明天 我賺人通知你 前五名 來電領取 把這份感恩節的大禮 拿到手 我們一起怎麼樣 大賺 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